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来跟大家谈一下 此心安处是无相 这苏东坡的词 钉峰坡里面的句子 那其实它也跟白居易有关 一生的漂泊 一生的流浪 但是呢 心如果能安顿好 那个地方就是你的故乡 我也有特别的感触 就是旅居在台北的生活 那或者说四处 我们有任务去外地 到或是国外经常的去出差 那对我来讲呢 我没有很高的境界说 去到哪里马上安顿 我就靠一把销 是销从小陪伴我 我到哪里都有一把销 就把销带在身边 销在人在 那销在人在 就是让我们 在有空的时候 脆脆销 让我们心就静下来 回归到我们自己 让心安定下来 那不管是顺或逆 不管事情有没有如意 那我们就是 让心安顿下来 所以销呢 也在这个时代上的好处多多 也可以养生 也可以移情养性 也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安顿 那秋冬呢 很快了 这个梅花要开了 梅花也是在逆境中开放 展现它的方法 我是吹这一首《一见美》 《一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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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